这是一个全民玉兽的时代 玉兽天赋的高低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将会直接决定他们的命运 在这里 所有年满18岁且玉兽理论考试合格的人 都有机会参加觉醒一试 只要觉醒了玉兽天赋 就有机会成为玉兽师 而如果能觉醒高等级的玉兽天赋 那立即就能一鸣惊人 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香波波 前途一片光明 你昨天刚拿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今天一觉醒来就穿越到了这里 觉醒法阵前 高三六班的一众学生们又激动又忐忑 激动的是 觉醒玉兽天赋后 他们就有资格契约承受 成为玉兽师了 忐忑的是 不知道自己能觉醒什么级别的天赋 同学们 我再强调一次 觉醒玉兽天赋的时候 一定要全神贯注地观想玉兽图路中的图案 你们观想的图案越具体 越详细 觉醒的天赋等级就有可能越高 至于玉兽天赋的重要性 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很清楚 我就不多说了 祝你们好运 校长懂要轻说完 便退到了一边 而你觉得玉兽图路上的那些异兽不够强大 不是说异兽的实力不够强 凡是能登上玉兽图路的异兽 每一个都是能轻易图成的恐怖存在 只是在你看外 那些强大的异兽和地球传说中的那些神兽相比 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所以 你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觉醒是观想地球的神兽 甚至已经想好了观想的对象 龙 炎黄子孙 龙的传人 对你来说 简直没有比这更合适的观想对象 但显而易见 这么做有巨大的风险 因为这个世界压根没有龙这种生物 甚至连相关的传说也没有 而观想一种玉兽图路上没有的生物 这会有什么后果谁也不知道 万一因此导致觉醒失败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但此时觉醒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已经没时间犹豫了 只能放手一搏 周骏 F级天赋 看着法针上的红色光芒 负责觉醒仪式的教导主任平静宣布 哎 周骏满脸失望地走下了祭坛 玉兽天赋从低到高 分为F E D C B A F SS SS 九个等级 F是最低级 也是最常见的天赋 觉醒的F级天赋只是意味着 他有资格成为御寿师而已 下一个 林陌 听到名字 你快步上前 站在了法阵中央 你可以开始观想了 切记一定要专注 不能有丝毫分心 教导主任再次提醒 你点了点头 深吸一口气 然后缓缓闭上了眼睛 你的脑中 一条巨龙的身影开始缓缓投信 在地球的神话传说中 龙也分很多种 宁龙 囚龙 赤龙 青龙等等 而你此时观想的是 《沙海经》里记载的龙之十足 竹龙 竹龙也称竹九鹰 人面蛇身 通体赤红 身长千脸 其睁眼为重 闭眼为业 吸气为东 呼气为下 不隐 不识 不息 可呼风唤雨 随着这些内容在你心中浮现 你的脑海中 巨龙的模样也渐渐清晰 那是一条大到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赤红色巨龙 可相比他那巨大无比的身形 其周身散发出的气势却更加害人 磅礴而出的恢弘大气 千虫神威充斥于整个天地之间 似乎能令天地都为之服输 与此同时 身处法阵中心的你 身上亮起了一层淡淡的红色光芒 那光芒一出现 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变得浓郁了起来 这让一旁负责觉醒仪式的教导主任 瞬间精神一整 觉醒不同等级的天赋 亮起的颜色也会不同 从S到SSS级 对应的颜色依次是 赤 橙 黄 绿 青 蓝 紫 银 金 而你身上的红光再变浓郁 就意味着有变成其他颜色的可能 换句话说 你很有可能觉醒F级以上的天赋 B级 还是D级 教导主任满脸期待 他当然希望你能觉醒更高等级的天赋 只是 希望不大 在川宁一中 D级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天赋了 C级 一个年级三千多人 每年至多也就一两个 至于在网上的B级 他已经很多年都没见过了 川宁一中的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一个B级天赋 结果出来的第二天 那个学生就被省城派专人接走了 多年过去的今天 那人已经在省城身居要职 成为了一方大员 只是 就在教导主任满兴期待的时候 你身上的红色光芒却是飞快地消失了 与此同时 觉醒仪式也结束了 可惜了 明明那么浓郁的红光 怎么就没能再进一步呢 教导主任很为你惋惜 但也只能肇事宣布 林墨 F级天赋 主任 我不是 你话说到一半 突然顿住了 你很想告诉教导主任 你觉醒的不是F级天赋 只是因为觉醒时出了一点意外 所以倒导致身上的光芒是红色 可是话到嘴边 你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了 你最终也没说什么 直接离开了法阵 仔细想想这样也好 否则你的真实情况被爆出来的话 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因为你刚刚觉醒的是神级天赋 神级 这是蓝星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等级 在蓝星所有人的认知中 SSS就是最强天赋 你要怎么跟人解释说 你觉醒了一个从未出现过的等级 说你观想的是烛龙吗 那你又要怎么解释烛龙的存在 这根本就是一个死结 最重要的是 你刚刚觉醒的时候 反正亮的是红光 红色是F级天赋的颜色 所以在别人看来 你觉醒的就是F级天赋 就算你拍着胸脯说自己是神级天赋 别人也未必会信 综上种种 承认自己是F级天赋 就是你当前最佳的选择 而实际上 你觉醒的天赋是 神级御兽空间 每个人在觉醒御兽天赋后 都可以开辟自己的御兽空间 正常来说 御兽空间就是一个 供宠兽休息的地方 但你的御兽空间 却带有特殊属性 高速成长 资质提升 瞬间召唤 这就是你御兽空间 目前拥有的三个属性 高速成长 能够加快宠兽的成长速度 举个例子 一头宠兽从幼生期到成熟期 需要两年时间 而在你的御兽空间里 一年就够了 这相当于节省了一年的时间 要知道 宠兽的成长是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的 这对于你这种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 简直不要太实用 然后是资质提升 顾名思义 能提升宠兽的资质 资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一只宠兽的初始属性和成长潜力 同等级的宠兽 资质越高战斗力越强 正常情况下 宠兽的资质是很难提升的 而你的御兽空间 却能不断地提升宠兽资质 换句话说 只要给你足够的时间和资源 你能把所有宠兽的资质 都提升到神话级 不得不说 这实在是有些变态 最后是瞬间召唤 这个属性没有资质提升那么变态 但也绝对是算得上一天 御兽师召唤宠兽 需要以精神力刻画召唤眼镇 因为御兽空间本质上 是一个益次元空间 需要法阵来为宠兽开门 而刻画法阵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你的瞬间召唤 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能完成召唤 根本不需要法阵 优势之大可想而知 以上 就是你神级御兽空间的三个属性 莫哥 别失望 F级也不错 据我所知 咱们川宁市的不少强者就是F级天赋 而且御兽师是否强大 很大程度是看宠兽的 只要宠兽资质够高 F级也照样有机会起飞 发小孙磊看你回来后一言不发 立即上前安慰 你笑了一下 放心吧 我没事 孙磊还想说什么 但此时老是叫了他的名字 他只能点了点头 朝着祭坛走了过去 林木 孙磊说得对 只要宠兽够强 天赋低点其实也没什么 周围的同学也都纷纷出言劝慰 谢谢大家 你有些哭笑不得 你之所以不说话 只是在消化脑中 关于神级御兽空间的内容 真不是故意装失落伯同情 就在这时 一道黄色的光芒 突然吸引了你的视线 那是孙磊身上发出的光 同一时刻 法正边的教导主人 发出惊喜的声音 孙磊 毕级天赋 周围的学生们瞬间哗然 所有人看着孙磊的眼神 都充满了羡慕 御兽天赋的高低 未必能决定一个人的成就高低 但绝对能让一个人 拥有更高的起点 更大的潜力 以及更好的待遇 就拿孙磊来说 不出意外 明天起他就能进入学校的精英班 享受那里刻有的各种福利 还有之后的高等御兽学府招生 以孙磊的D级天赋 应该可以免试入学 甚至为了招揽孙磊 这些高等学府 很可能会开出一些很优厚的条件 而他们这些F级天赋的 必须要通过考试才能入学 之后的觉醒 波澜不惊 大部分学生觉醒的都是F级天赋 偶尔有个E级也会引来阵阵羡慕 直到斑花 也是校花林若宇觉醒了B级天赋 才再次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如果说觉醒B级天赋的孙磊 足以让各大御兽学府 开出优厚的条件来招揽 那么觉醒了B级天赋的林若宇 绝对是各大御兽学府 打破头也要争抢的目标 两者根本不在同一级别 就连负责觉醒仪式的教导主任 也是激动的脸色涨红 浑身颤抖 B级 时隔近二十年 川宁一中终于又出现了一个B级 之前讲完话之后 就一直站在一边的校长董耀青 则是二话不说 直接上前带走了林若宇 对此 三六班的一众学生们完全理解 毕竟这样的天赋 确实值得特殊对待 只是 当林若宇走远后 林默 可惜了呀 是啊 林笑花都表现得那么明显了 结果你硬是无动于衷 现在 你恐怕是真没机会了 你说说你 早点听我们的该多好 但凡你主动点 这回孩子都落地了 别说林笑花是B级 她就是大司机也跑不了啊 你有点无语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班里突然就传起了你和林若宇的八卦 说林若宇对你和别人不一样 肯定是喜欢你 结果就导致这帮人一有机会就拿你开涮 还动不动让你主动 让你表白 这一次尤其离谱 连孩子都出来了 莫哥 要不你现在去表个白 孙磊一只手搭在你肩上 以林笑花对你的态度 我觉得你成功的概率还是蛮高的 滚蛋 你翻了一个白眼 懒得理他们 又过了一回 所有人全部觉醒结束 教导主任这才转向众人 现在你们可以通过冥想来开辟自己的预售空间了 我会为你们护发 文言 一众学生们立即盘系而坐 开始冥想 这一刻 他们已经期盼许久了 你也是如此 你很期待 你的神级预售空间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